上星期四曾在高等法院涉嫌偷拍的一名赖姓女子 近在高等法院私庭上诉庭审理案件期间 突然站立 涉嫌将一些硬币向法官办公桌方向定出 硬币掉在桌前 未有击中任何人 女子被职打立请出法庭 其后遭法官禁止再进入私庭厅审 她在庭外曾称作观点可以 第二个放火 我无戏作无出 该名女子今早到高院私庭厅审 该庭本在处理时任助理海市处长苏平智 在2 02年国庆夜南亚海难发生后 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程上诉 该女子坐在进法官的旁厅席 第四行中间位置身旁有职打立人员 在上诉庭开审后约半小时 该女子突然站立 并向法官办公桌方向置硬币 未有击中任何人 女子其后被禁止计入法庭后 仍尝试再度进入法庭 称我有权听 为遭两名职打立及数名保安员制止 法官话无必拟入去 该女子表示我听舞蹈及她有权力听审 更多番尝试强行进入法庭 又曾指入座去信藐视法庭阿玛 密室下地下信尼罗 该女子入庭不果后 转到进入22庭 违建庭内没有任何人后离开 再转到一庭门外 但因庭内满座而被拒计 入其后再转到43庭逗留不足一分钟离开 并转至正在审理案件的38庭 数名保安员及直达立紧随她 该女子进入38庭后不愿坐下 并大声向庭内的司法常务官龙建云称 我想有野同你讲 为龙官表示正在处理案件 拒绝处理她的事项 但该女子在表示法庭无公平阿玛 无戏都无使问你啦 该名女子上周四在高院11楼27庭 处理一宗毒品案件时 开庭前在法庭内举起手机拍摄 女子离庭时遭保安截停 经查问候 司法机构报警求助 其他报道 元朗米建17议员天桥五大专业学会 唱9议员替代方案 区议员批布董工程 其他报道 沙中线工程问题问责下台 陈帆谁人要问责 社会自由公论其他报道 沙中线又有问题 港铁任会展战连续强无意图 则称已修正